再來 第二個很重要很重要的 保護課題 這個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這是180條的一項 前段 現階段最重要的問題 同說 以及食物上面最重要的問題 保護的課題 在保護的課題的部分你可以看到 我們的184條第1項前段他說的是 不法侵害他人權力 他人權力 所以 看起來是權力 那權力裡面我們又可以把它分成是 絕對權 相對權 然後呢 這個絕對權 有很多嘛 人格 身份 物權 包括所有權 抵壓 地上權 還有其他的 補體財產權 那相對權的部分 最重要的就是 貸權 好 那另外的是 利益 是一個基本的分類 這個基本的分類 那 回過頭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問題 從184一項前段的條文規範底下我們看到了 他說你 不法侵害他人的權力的時候 負損害牌的責任 那 首先 所謂的權力 到底怎麼解釋 我們的法院跟 學說的看法都認為 利益法治條第1項的前段呢他講的是 司法上面的 賠償責任問題 所以 他沒有包括公法上面的權利 他保護的是司法上的權利不包括公法上的權利 再來 第二個 權利利益的爭論 權利跟利益 這兩個 的差別在於 所謂的權利 是一個已經有 法律 明白的承認 明白的承認 他被權利化了 他被權利化了 然後呢 法律上面我們明白承認說 你可以對另外一個人 這樣子主張這個權利 這叫做 權利 那利益的話呢 在 法律上面可能沒有明白的去承認他 已經被提升為是一個 權利的地位 只是 他仍舊對於該 權利主體 具有一定的 好處 一定的利益存在 所以 這兩者之間的區別 其實是有一點點模糊的 差別只在於 是不是被 法律所明白承認的 然後把它提升到 上去 權利的地位 好 這是權利跟利益 那為什麼這個差別在這裡 會變得 重要 因為 如果是一個權利的話 那表示什麼 他被法律所明文承認的嘛 對不對 那表示說 第一他可能很重要 第二 既然被法律明文承認的 那表示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所以 在這個情況底下 過失侵權責任的保護課題 應該要包括 權利 以及利益 還是僅僅限於 權利 之所以成為爭論 就在於這裡 權利呢 是一個 比較重要的 大家應該都知道的 所以 假如是 權利的話 他具備有一定的什麼 外在 的公視性 我們大家都知道 但是利益沒有 但是利益沒有 所以 過失侵權責任的保護法律課題 如果急於利益的話 你會發現一個有趣的問題是 我可能過失侵害利益 只有過失而已 但是我情害利益 我要負損害培養責任 這個時候就會產生什麼 就會產生 你呢 可能因為單單 過失的行為 負擔一個 不確定的 損害培養責任 這是為什麼我們在這裡 吵這個議題的 原因 也就是第五頁這邊所說到的 這裡呢 之所以出現了這個問題 是 平衡行動自由跟 權益保護 兩者的 價值底下 所出現的 取捨 由於侵權責任呢 他做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去平衡行為人的 行動自由 跟被害人的權益保護 那麼 在這樣的指導原則底下 過失侵權責任的保護課題 被限制在 權利 有他的道理存在 因為 權利有 可見的外觀 公視性 大家都知道 但是利益 可能漫無邊際 我們沒有辦法確定 利益的具體範圍 到底在哪裡 所以 如果 行為人對於利益的侵害 也必須要去負過 行選責任的話 他有可能會面臨一個 不是那麼明確的 損害培養責任的範圍 好 這個是 傳統通說底下 的說法 好 那我們先看 傳統通說怎麼樣去理解這個東西 傳統通說對於這個權利的理解 他認為應該要限於絕對權 這個理解 受到德國民法823條的解釋的影響 德國民法823條 是他們的一般權責任的 規定 那 他們的學者 都把他限制在 絕對權的侵害 那麼 這個絕對權侵害呢 在我們的例子底下 可以有幾種情況 第一個 人格權 對你的人格權的侵害 是一個對於絕對權的侵害 那所謂的人格權包括什麼 我們以前提到過的 生命 身體 健康 隱私 信用 名譽 真操 這些都是人格權的侵害 所以第一個 生命 假設一個人侵害他人的生命權 這是一個侵權行為 這沒有問題 那另外 侵害了你的身體健康的時候 過失侵害你身體健康的時候 他也要負責 這也沒有問題 這都是絕對權 侵害了你的 信用 名譽 隱私的時候 同樣也是 要負 過失的侵權責任 那 接著 下一個問題 在人格權底下 一般的情況 我們提到的都是 還活著的人 現在的 還活著的人 那過去 食物上面曾經出現過的例子是 對於死者 的 名譽 毀謗 這樣 會不會構成 人格權的侵害 假設我現在是對你 的人 名譽做 毀謗 會對你構成名譽權侵害 侵權行為嘛 對不對 那假設我對於死者呢 過去曾經發生過的例子是呢 張孝顏 就是蔣孝顏 他去告 陳水扁說 陳水扁呢在某一次 某幾次的談話裡面 毀謗了蔣介石的名譽 所以他認為 蔣介石的名譽受到侵害 然後去起訴請求賠償 針對這個部分呢 法院把他區別成兩個 第一個 對死者 也就是蔣介石的部分 蔣介石的部分 他已經死掉了 所以他的權力能力 其實已經 消失 不會有所謂對死者的名譽侵害問題 這是第一個 對死者的部分 第二個 那 他後面的遺族呢 比方說 你現在 毀謗的 就是我的 爸爸 阿公 阿祖 OK 像蔣孝顏這個 他是他是誰啊 阿公 對 他去主張 因為大家罵了他的阿公 然後導致 侵害 假設是他主張說我自己的這個部分 受到侵害有沒有可能 有 有可能 法院肯認這一部分的請求 他認為說 如果呢 今天呢名譽被毀謗的是你的 仙人 那你有可能基於你跟這個仙人的 身份關係存在 那你可以去主張說這是對於你的 法義的侵害 那這也是一個 人格權 好 那這是 人格權的部分 人格權的部分 他屬於絕對權 但是 在這個人格權的部分 我們剛剛看到的是生命身體健康 信用 名譽 隱私 他都是明文的權利 從195條第1項可以看到 但是 你看 到了 人格法義 也就是195第1項的後面 有沒有 其他人格法義的時候 他也不是權利啊 不是嗎 但是我們的通說見解 仍舊認為 他是屬於這一邊所謂的 絕對權 我們過去曾經看過的一個很重要的例子 什麼 居住安寧的人格法義 侵害的居住安寧的人格法義呢 也是受到過失侵權責任保護法義底下的 的保護的 那這是 在 人格的部分 再來